郭台铭临时取消巴德夜市行程 抗议劳团扑空丹波朗 郭台铭爬爬 原定在晚间七点半要到巴德夜市打牙记 众多媒体和民众们 郭董幕僚说他突然有钥匙 所以赶不上巴德夜市行程 跟各位至上歉意 大家好我们是桃源市产业总工会 今天我们来到新的夜市 就是为了要等郭台铭 要郭台铭承诺三件事情 第一个发生直灾 雇主是不是要入行责 第二件事情增加歉业的税收 然后来提高我们的基础年金 第三件事情 农定假日应该要增加到123天 我们希望郭台铭董事长 不要今天看到郭仁来这里 来质问他提问他 他就落口 我们也希望他来回答 富士康12个票楼的人 到底是因为精神疾病 还是因为鸿海集团的高压统治 加入好评语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能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